河北保定桌州这栋大楼几乎变成孤岛 附近塌陷导致泥水像瀑布一样不断冲刷大楼 断水断电受困20小时 但桌州应急管理相关人员告知 居民最好往高处避难 因为根本没人力救援 大石桥批发市场被大水淹到 只看得到蓝色和红色屋顶 淹水已达两公尺深 杜苏瑞台风减轻为热带低压 带来特大暴雨 替河北和北京带来严重灾情 博理厂工作人员趴在窗台躲避大水 但这一困就是15小时 只能拍影片求救 出版社仓库整个被淹书全泡在水里 损失难以估计 人受困的灾民官方紧急总动员空投物资 但有网友发文抱怨 桌州会淹得这么厉害 都是因为无欲警泄洪 而北京也降下140年来最大降雨量 北京门头沟区公路已经被水漫过 摊坊落石截断道路到处都是一片泥泞 门头沟号称北京碎会饭店 住一晚要炸六万 但甲山园林造景被冲毁 对比之前能眺望远处山景的观景台 现在只剩下一大片泥水 饭店斥资人民币八亿打造 一场暴雨几乎全毁 东西新闻大陆中心最好报道